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及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 远远地下拜 唯独你 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 把耶和华的命令 典章 都述说给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住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牌 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 去献凡祭 又向耶和华献牛 作为平安祭 摩西把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把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 你看 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话 跟你们立约的凭据 摩西 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好像天一样的明镜 他的手 不掐在以色列的这些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上山到我这里来 住在这里 我要把石板 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 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 约书亚起来 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 等到我们再回来 有亚伦 顾尔 和你们在一块 凡有争诵的 都可以找他们去 摩西上山 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 停在西奈山 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 他从云中 照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状有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四十周夜 也希望你 Jeg有考虑的荣耀在山顶上 尔哈尔 入云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